接下来这位开启投票通道的歌手是谁呢 他掌控舞台的强大气场 跟百里挑一的经典娟山奶那高贵的气质不谋而合 你们知道娟山奶牛是什么牛吗 科普一下是具有纯正血统稀缺珍贵的好牛 哈哈哈哈 台本写哈哈哈哈 我是照念你们 笑点在哪里 原来你们笑点这么低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好喝 好喝啊 今天这位歌手将演唱经典电影 德黑兰四三年的主题曲 三十三年前这位歌手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还不到二十三岁 甚至还没有成为歌手 这首歌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 第一次录音八六年的时候的事 我觉得是从录这首歌 我真的就一脚踩进这行里来 所以这个歌对我有点纪念意义 所以我想到它的时候 包括我排的时候在唱的时候 都有点闪回的感觉 就是一下子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没有我就是自己瞎打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边有琴嘛 就小半分钟都要什么去学 也没有老师啊什么的 刘芳害我们 那个时候新年晚会啊 或者什么口庆晚会 跳舞嘛 跳交易舞 然后刘芳弹那个电子曲 突然就不停 因为每次那舞会最后一首 一定是那个友谊地久天长嘛 这是惯例 然后那首歌呢 它有一个奇怪的节点 就最后一句可以永远地生四度 长一个四度长调 因为你要记那个不同调的那个指法 所以那时候就不停地转调 这一首歌把十二个调 全部转过一遍弹过来 这样我就靠那一首曲子 把各个调上的和声都弄得特别熟 然后你还把一首曲子弹十二遍下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新的音乐学员 包括学流行音乐这地方 我比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去学 音乐是一个需要技术过程的东西 来了 来了 那一孩子来了 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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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真是太有伴了 真是太有伴了 太有伴到感动的知识 他只有大传人 那个来自家讲 看到别人是の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